川普總統反擊中共的假信息 把病毒改稱為中國病毒 不過大量網民投票 認為叫中共病毒更恰當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川普此前一直把病毒稱為冠狀病毒 但3月12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聲稱 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為了應對中共的假信息戰 川普隨即改稱中國病毒 中共衛健委高級專家組成員 袁國勇教授等人 18號撰文指出 大流行元起武漢 所謂源自美國之說 毫無實證 自欺欺人 呼籲不要一錯再錯 違過於人 病毒學專家也指出 國際權威的基因庫數據顯示 目前世界各地發現的新冠病毒 共同祖先都是武漢的新冠病毒 不過川普的中國病毒之說 也被指容易引起誤解 有推特網民發起了投票 1472名網友參與 其中62.6%的人認為 叫CCP virus 中共病毒更合適 美國佛州已有律師事務所代表委託人提出了集體訴訟 指控中共當局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掩蓋疫情 結果引爆了全球危機 造成他人人身傷害 死亡等損失 有評論員撰文指出 此次的疫情 中國人是受害者 中共才是加害者 叫中共病毒有助於釐清本次疫情爆發的責任 也進一步提醒世界中共專制的長期深遠危害 學者指出 稱呼中共病毒 也是提醒各國切勿偏聽偏信中共的數據資訊 以免遺物防疫時機 新唐人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